他所带给我们的是出人意料的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今天分享的话题是耶稣的婚姻状况 以前曾经做过一期节目 说是哈佛大学的凯伦金教授 根据自己发现的一些不太可靠的资料 论证耶稣曾经和摩达拉的玛利亚结过婚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观点 只不过他说他发现了新证据 达芬奇密码这部电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是一部以大众文艺的方式提出类似观点的作品 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派别 诺斯蒂教的一些诺斯蒂福音书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诺斯蒂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阴影词 本意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里头的那个真理 也就是说诺斯蒂主义信仰者实际上是称自己为真理派的 先少去我们书归正传 按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来看 耶稣当然绝对肯定是未婚的 耶稣取玛利亚之类的传说几乎可以肯定是一种虚构 或者说一种附会 几乎圣经方面的根据 也没有科学或者考古学方面的证据可以支持 虽然诺斯蒂福音书中提到过耶稣与摩达拉的玛利亚有密切关系 但就是诺斯蒂福音书也并没有具体指出耶稣取了摩达拉的玛利亚 或者是与其有过恋爱关系 程度最严重的就是说耶稣亲过摩达拉的玛利亚 参见菲利福音六十三章三十二节至六十四章第十节 但这完全可以是纯洁友谊的表现 谁说成年人之间不能亲嘴了 成年非恋人异性之间的亲吻 在我们中国人中间是比较少见的 但是在欧洲中东的很多民族中 这属于小菜一碟和握手没啥区别 我们看一组图 这是奥巴马亲默克尔 特朗普亲默克尔 都是亲嘴 还不是亲个脑门小嫩手什么的 另外诺斯蒂福音书本身的真实性 本来就是有争议的 有很多书卷被认为可能是后人伪造的 事实上 耶稣没有结过婚 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有些人想挖耶稣结婚的猛料 本质是想攻击耶稣 说耶稣是不圣洁的 所以更甭提是什么神仙 确实 在人类的很多文化中都存在这样的观点 处女处男是更圣洁的 已婚人士 尤其是已婚女子是不圣洁的 拥护耶稣的人中间也有人在内心中有类似的观点 处于保护耶稣的目的 这类人会避免谈耶稣的婚姻问题 或者坚称耶稣是未婚的 不管他们如何理解耶稣的婚姻状态 在这两类人内心中本质上隐藏着这样的观点 耶稣如果结构婚就是不圣洁的 就不配做圣子 无法完成救赎使命 这种看法显然并不正确 很多现身宗教的神职员员会终生不结婚 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宗教的绝大多数神职员都是结婚的 日本宗教改革后和尚可以娶妻生子 基督教里天主教东正教都不提倡神职员结婚 但是新教徒改革出去后就不管这个 牧师也是脱家带口 也没听说新教徒就不受上帝保佑了 对吧 中国的道士本来是可以结婚的 后来受佛教影响 大多数道士就不结婚了 但是天师道这个门派 随浒传这部小说 开头出现过始终是可以有师娘的 耶稣如果是已婚大叔 他就不能上十字架了吗 显然不是 他结婚了 仍然可以作为替罪羔羊 去完成救出人类的神 耶稣有没有资格完成救出 关键在于他是不是神子 而不是他是不是结过婚 如果耶稣结婚了 圣经就会告诉我们的 或者至少有所暗示 圣经不会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上 完全保持沉默 也沉默不了 《四福音书》里面记录了 耶稣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 圣经上提到了 耶稣的母亲养父 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为什么要忽略或隐瞒他的妻子呢 隐瞒这个问题根本就毫无必要 甚至如果耶稣拥有一个妻子 会让一般人觉得耶稣更加成熟可靠 有些人是这么看待问题的 说一个人如果没结婚 他就不知道如何承担责任 没结婚就算是胡子拉叉的 始终是一个小孩 小屁孩 但是耶稣为什么不结婚呢 耶稣被钉十字架石 是三十二岁 考虑到古代人普遍早婚 耶稣如果在三十二岁时 仍没有结婚 即使按现在的中国标准 也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龄青年 甚至是圣男了 耶稣为什么不结婚呢 首先应该可以排除经济方面的原因 耶稣少年时代父亲就没了 就一个寡妇失业的老妈 带着他和几个弟弟妹妹过日子 家庭条件应该不太好 但是耶稣作为一个木匠 虽然是体力劳动者 但在古代社会也是有手艺的工匠 在成年后尤其是在积累到三十岁上下 要成家立业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其次耶稣不结婚很可能是一种主动选择 在清楚知道自己的命运的情况下 他可能不想因婚姻而连累其他人 早早离开人世 撇下孤儿寡母 可能并不是耶稣想要做的事情 在电影《杀耶稣》的艺术表现中 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情节逻辑 有一个夜晚 摩达拉的玛利亚找到在外面祈祷的耶稣 谈话过程中 摩达拉的玛利亚流露出对于耶稣的爱慕之情 耶稣显然有所触动 但随即压抑了自己的情感 很显然 耶稣明白自己的使命和命运 他应该是不想连累摩达拉的玛利亚 总而言之 结婚和生子不是耶稣降世的目的 从主观上来说 耶稣很可能并不对这个事情真正的感兴趣 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告诉我们说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关注点赞评论转发 他所带给我们的是出人意料的平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评论转发 打赏评论转发 打赏评论转发 打赏评论转发